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该社17号和18号通过电话进行的紧急舆论调查显示 麻生内阁的支持率是13.4% 比本月7号和8号进行的舆论调查下降了4.7个百分点 而这也是自从2001年下台的孙喜郎内阁以来的最低支持率 好国际方面更多消息 下面是国际快报